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玩過三角煞 開場白,這次比較長一點 三角煞之前也說過 其實我一直玩了兩三年 其實最近少玩了 因為少出片 主要是看那一陣子會不會有其他遊戲 我正在玩其他遊戲 比較少玩三角煞 因為三角煞我都說過是攝時間用的 但是三角煞是不會悶的 因為說真的 好像坐大D 你沒理由會覺得坐大D 打麻雀這些會悶的 你久不久玩一下就覺得OK 所以三角煞一卡牌 是正常很少會覺得悶的 所以 如果少拍了少出片 可能那陣子會在玩其他遊戲 就是這個意思 今場說回 看牌面 其實群紅是可以的 這個組合 但是有諸葛亮通常都是優善 因為諸葛亮太易用了 加上龐統就OK 其實加魏妍也可以 但龐統一定是比魏妍厲害 以一組合來說 因為他就異空成一點 有這個連環 加上他多條 即不要說其他多條命 已經是不同了 但是設計一起量 因為如果你諸葛亮加龐統 這樣兩招風度極高 即是就算人家怎樣都好 他都會先殺你一次 因為你是 等於多人家三血的 所以人家正路會先殺你 那他這傢伙明白了 他這傢伙出了一隊友 那已經明白了 這個是5 那就是陰公珠 很可憐 角戰有時你牌都未出已經收了 對 很可憐 對 將尿不死也沒用了 說真的一血的話 你偷牌也沒意思 那有一個人離開了 那我們當然吃一下花生才不用太害怕 八卦 就是拿一拿去那個人 這裡就不要搞住了 因為周瑜黑豬過兩 其實如果這個不是周瑜 我可能會搞這個孫堅 這樣就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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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打到這樣 我覺得這個不是5 就是一個殺B 就是一個傻仔 對 你殺一下 自己有 那你殺一下是不要緊的 但是如果 等一下 先講一講 Sorry 但如果你用了三尖都搞 只剩一張牌 我覺得他不是5 就一定有問題 這一下剛剛你見到他 射完馬之後有毒條 那這個人是小喬 大家玩那麼久 看毒條也知道 這一下彈也OK 這一下彈因為他有機會是屬角 那其實他也要起牌 是不是也要起呢 說真的 我這個給他扣 因為留著一張無邪是有用的 對 有時用諸葛亮就不要隨便說空城 就是不要為空城而空城 諸葛亮留牌 你懂得留牌 也很重要 其實 那有 對 有人量 這一下很重要 這一下白癡 我覺得他這樣彈是很傻 我覺得他可以彈回馬藤 因為馬藤四血都是拿一張牌 那或者 其實他根本都不用彈 他有閃 他自己閃了就算了 或者你彈我都可以 其實 但如果彈這個肯定有問題 這個小喬肯定是弱智的 你可以看回這些對話 你就知道他在罵 其實這一下怎樣彈 怎樣說都是錯的 這個打工皇帝 幫我們打工 那我們正在贏 除非這個周太 那當然要出 這個時候要出的了 這個我官了 我官了AK加一張殺給王中 對 我當他現在的手頭上沒有殺了 好嗎 那 奇倫攻射他加一之後 就裝AK 如果他有殺的話 就可以繼續殺周瑜 對 我們要加一是沒用的 對著馬藤加上周瑜 對 對他救了 嘩 屈肌 那他一定有殺 這個美觀星 不能不賺 搞定 那他已經可以投降了 嘩 這一下五谷也是弱智的 我覺得其實也挺弱智的 首先我是去上加 那他 諸葛倫最怕什麼就是最怕五谷 還有這個 軟交近攻 他這樣開五谷是 他自己又不是有無邪 那他就是明慳我 那他就是明慳我 那很幸運 我首先 好彩我是龐統 其實他出牌錯誤的 這一下 二日代勞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二日代勞 用了先 你可能會換了過河測橋 或者順手牽羊 等等的強牌 那如果這個時候 你有順手牽羊 有過河測橋 你現在已經拆他 沒意思了 因為你已經殺完 不過他好像烈弓 他都不怕 但正常情況下 應該先用了二日代勞 我覺得是 那他下哪個都沒意思了 那這裡剛剛好 有一張圖 這兩張牌我都可以用連環去換掉 但就為了把圖要給他破落 那我們就不要亂用了 那我們 這樣 那他判定就變了紅圖 那已經贏了 還不投降有什麼意思 他看到龐統這個就進一步削減他的士氣 結果馬上投降 這個名字選擇 其實這場又打得不太好看 老實說 可以說我們熟角是壓著來打 因為根本 到我量的時候 局勢已經確定了 因為牆上只有馬騰 周瑜 然後我們兩個熟角 而我們兩個熟角 都是屬於強熟的 諸葛亮龐統和王中魏妍 兩個都是屬於非常強勢的 當時 基本上他們就算 我當他們滿血滿莊聯手 他們都未必贏到我們這個組合 所以這場可觀性就不是太高 但因為純粹近來少玩 所以就 出一條影片給大家看看 叫做 布一下肝 這樣 這次我們三角殺 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 拜拜